好了,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1號 星期六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數字人民幣跟PT這個話題 為什麼聊這個 這個我們 最直接的原因是,我早晨呢 在我大群裡看到有人問了一句話 他是看到了我們轉發的相關數字人民幣的一些信息之後 說這個 這是不是我們投資的東西啊 我們投資的就是他們 我們投資的plus就是這個數字人民幣嗎 我覺得如果他不是故意了搞笑的話 這個問題就是 讓我很震驚啊 我希望經過兩年八百多天之後 最好只有這麼一個人問出這樣一個基礎認知 嚴重不足的問題 如果他不是搞笑的話 這個就反映出 對我們 我們的錢包是什麼 plus是什麼 數字人民幣又是幹什麼的 他們倆之間有沒有關係等等一系列的問題啊 最基本的問題 數字人民幣肯定不是plus plus也不是數字人民幣啊 首先要強調這一點 我們先從 數字人民幣講起 數字人民幣是 我們科普了 也至少有兩年了 是吧 數字人民幣最近的消息非常之多 非常之多 尤其是最近9月10號前後 在北京正在召開一個 數字經濟方面的會議 那麼央行很多高級別的官員 不但在來也發言 看到目前已經有 這個副行長有 范伊菲啊 有李波啊 今天我們看到這個迪剛這個發言 就更讓我們浮想連平了 這迪剛同志 直接就說 數字人民幣啊 積極探索 數字人民幣 大家可能聽到 雨裡面有拖拉機的聲音 啊 確實我現在就在公園的一角 旁邊是個交通要道 我們的公園的景色 我剛才發了個照片啊 是我從小長大的一個新疆 叫拜承縣啊 我在這個 回家探親啊 在這公園一角 呃 迪剛這次 終於要挑明這個話題了 這也是我們期待的 在這個話題之前呢 我們還真的不好說 你數字人民幣 跟你普拉斯能扯上啥關係 數字人民幣啊 是我們國家的法定的數字貨幣啊 請注意法定兩個字 數字人民幣 人民幣就是人民幣的數字化 它具有法常性啊 是由國家權力背書的 它只是在形式上是數字化的 它有沒有採用區塊鏈技術啊 目前為止啊 在今天的迪剛講話之前啊 央行從來沒有明確的講 但是我們只能從它公佈的 申請過的一些專利啊 上面可以推測它 絕對用到了 是吧 用到了分布式基障的技術 昨天這個范一菲副行長 也說過 要打通 數字人民幣跟其他平臺 其他機構的錢包 啊 數字人民幣是中心化發行啊 由央行發行 雙層運營啊 雙層運營 那麼什麼叫雙層運營 就由央行發行 然後對接首先是四大銀行 啊 工農中建四大銀行 後來又加入了交通銀行 和招商銀行 那目前呢 就不止這六大銀 六大國有的銀行 包括股份子銀行 還包括二十多家三十多家的農商行和成商行啊 幾乎可以說是銀行已經全覆蓋了啊 就傳統的銀行作為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的主要的渠道 范一菲說是數字人民幣與不同機構錢包 之間的互聯互通 那麼配合他這個講話的意思呢 這個Visa這個機構也發布了相關的消息 截止目前呢 數字人民幣啊 除了在我們國內啊 銀行這個就全部打通了啊 不管是國有的銀行 股份子銀行還是由這些 嗯 我們說有城市信用社 農村信用社 改制成的叫城市商業銀行 或者農村商業銀行啊 這些商業銀行 目前的名字都很高大上的 比方說叫什麼 上海銀行呀 北京銀行呀 其實他們以前都叫城市信用社 銀行是個主渠道打通了 那麼跟第三方支付機構啊 Visa屬於第三方支付機構 它不僅屬於第三方支付機構 而且屬於國外的第三方支付機構 Visa和萬事達是世界上 數一數二的做支付的機構啊 做支付的 那麼你要問這個微信和支付寶呢 微信和支付寶屬於第三方支付 並且它屬於第三方的移動支付 也就是說在了手機時代 我們用的最常用的微信和支付寶 它也屬於支付機構 Visa萬事達屬於銀行卡時代的支付機構啊 跟我們國家的網連啊 我們看到現在我們銀行卡上 更多的有網連的標記啊 如果在十年前我們的信用卡上 主要就是要么是Visa 要么就是Master啊 因為那時候我們國家的支付還不發達 都是跟Visa呀萬事達這些境外的 發卡機構啊支付機構合作的 就說除了銀行啊 還有一個很大的渠道呢 就是支付機構 不管它是在銀行卡時代的 比如說Visa呀萬事達呀 或者說是移動支付時代的 我們國內的有微信有支付寶 國外的有派寶啊 不要忘記啊派寶在去年啊 就收購了我們國內的一家有支付牌照的公司 並在中國有分支機構啊 就曲線進入中國從事支付業務 同時SWIFT也在香港和我們境內也成立了公司 也是要對接我們央行數字貨幣的 但這些還都属於傳統的金融機構啊 這些還屬於包括我們說第三方移動支付 它涉及到互聯網 但它沒有進入去過鏈啊 那麼第三方的互聯網的支付巨頭和未來的巨頭啊 它不單純做支付 但是屬於流量大戶的有滴滴打車這種 有抖音啊 還有美團這些 也就是說啊 能做支付的 有渠道的 有流量的 已經全部被我們 央行 數元所對接上 對接過 包括華為 包括華為手機 啊 這個是19年11月中旬 也是由央行這位副行長范依菲同志 率領著十多個人的龐大團隊 跟到深圳啊 跟華為總部簽署了 關於數字人民幣的合作方面的啊 戰略協議啊 我能想到的這些 可能暫時沒想到的 總而言之實際上 我們央行數字人民幣為了落地 為了順利的推廣 為了佔據未來的戰略優勢啊 目前所有的跟支付有關的關節都是打通的 但是唯獨留了一塊 就是區塊鏈這一這一塊 這個窗戶指今天讓迪剛同志點破了啊 迪剛呢 是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的副所長 我們經常說的 穆長春東同志是所長啊 迪剛是副所長 同時迪剛擔任了 長三角金融科技公司的法輪代表 還有深圳科技金融公司的法輪代表 這兩個都是央行數言所直接牽頭成立的 從事金融科技的公司啊 請注意 我們剛才沒有全面的給你再重複 什麼是數字人民幣啊 只是給你講了 數字人民幣的發行渠道啊 除了銀行這個主渠道傳統渠道 包括第三方支付支付啊 銀行時代的啊 國外的Visa啊 國內的啊 什麼成銀啊 等等等等啊 移動支付方面的 微信支付寶抖音派寶 全部都包括 唯獨沒有說 沒有說 區塊鏈支付這一塊 那麼看到 范依菲行長這個 要打通不同支付機構錢包之間的互聯互通 自然引起我們的一些聯想啊 甚至這些聯想有的是正常的推測 有的可能是過分的意淫 但這都無妨啊 那麼到了迪剛同志這個講話 基本上就屬於 要要點破這個傳扶紙了啊 那麼我們講PT又是啥呢 啊 PT首先它是一個錢包啊 它是區塊鏈上儲存數字資產的錢包啊 它跟我們央行人民幣的錢包是不一樣的 我們央行的數字人民幣的錢包 它儲存的是數字人民幣啊 而數字人民幣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 啊 我們PT存儲的是比特幣 以太坊 柚子 瑞波 狗狗 萊特等啊 八大主流貨幣 這八大主流貨幣 在我們國家官方的語言環境 語言表達裡面 統稱為私人數字貨幣 也就是說他們不具備法償性 啊 而且我們官方目前不認可私人貨幣是貨幣啊 認為他們充其量只是虛擬資產啊 不具備貨幣屬性 因為他們沒有價值支撐啊 不能做支付啊等等啊 這是我們家我們國家官方的政策 PT除了是一款錢包之外 它不單純是一個錢包啊 它而且是一個可以理財的錢包啊 它可以讓你儲存的這些八大主流貨幣不斷的增值啊 就持續穩定的創造收益 PT錢包 讓投資於數字貨幣市場的人啊 可以有機會獲得穩定的收益 跟牛市也好熊市也好都沒有關係啊 就是存幣生息啊 他通過自己的技術啊 做到了這一點啊 這是我們現在都可以通過區塊鏈查詢 驗證的一個事實啊 除了它是具備理財功能的錢包 它被稱為數字貨幣余額保之外啊 它更是一個龐大的虛擬數字貨幣是借的 我們叫一只巨金啊 一個王者 因為它持有的主流貨幣持有量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啊 它可以通過自己的運作啊 左右幣價 並且從中為自己獲利啊 也給它的投資者創造財富 再進一步呢 因為它的用戶遍布全世界一百幾十多個國家 有三百多萬人啊 它就自然構成了一個數字貨幣的支付網絡啊 數字貨幣的支付網絡啊 這也是毋庸置疑的 也就是說在數字貨幣的支付這一塊 是有很大的想像空間啊 你說數字人民幣它也是數字貨幣 它也需要一個網絡 它目前對接的網絡都跟數字貨幣沒有關係 都是傳統的網絡啊 傳統的法幣的網絡 比如說微信也好支付寶也好 什麼微傻萬事達卡 太保啊 還有銀行 它們都是在傳統銀行的帳戶體系之內進行支付的 它非常需要有區塊鏈上的支付功能 PT呢 經過18年5月1號到19年6月28號 這一年多一點的時間 迅速的發展成了 但是數字貨幣這一塊錢包啊 它的幣量最大 用戶量遍佈一百七十多國家三百多萬人啊 它就形成了一個現成的區塊鏈數字貨幣的支付平台 那麼根據這個普林斯頓的數字貨幣區這個概念啊 當我們社會發展進入數字貨幣時代之後 那數字貨幣天生就是不受國界約束的 不受國境約束的 因為它都是點對點支付 走在區塊鏈上 不受國境支付 不受國境的約束 而更多的依賴於平台 你從這個角度出發 要實現 要實現數字貨幣的自由流通 你央行數字貨幣 數字人民幣要在數字貨幣時代 佔據優勢地位 你非常需要依托一個強大的平台 或者你有本事創造一個強大的平台 而且它不可能只依賴於一兩個平台 而應該是能用則用啊 只要有利用價值 全部都利用上 這樣才能把它的路全部打通啊 就是做好互聯互通 說到現在為止我們不能明確地說啊 從官方這些信息上 我們不能明確地得出結論 按這個pt就一定是那個對接啊 央行數字人民幣一定會對接啊 但是你從一個事情的正常邏輯上 你看它不得不對接啊 必然會對接 因為這個數字 我們說數字貨幣啊 它是支付幾結算啊 而且它是點對點支付的 它是去中心的 點對點支付的 我們在法幣時代 在銀行時代 它都是中心化的 貨幣由央行發行啊 各國貨幣都由央行發行 它是中心化的記帳系統 所謂到銀行的帳户系統 而數字貨幣最大的特點 就是去中心的帳户系統 我們的數字人民幣呢 從它的技術資料上看 從央行數研所已經公佈的 它申請的86項專利 裡面看 絕大多數涉及到區塊鏈的技術 比方說有智能合約 比方說有分布式機帳 比方說有錢包 方面它提到什麼私藥之類 這些都是區塊鏈才有的概念 但是在我們國家 進行數字人民幣測試 這一年多的時間裡 那十幾個城市 各種場景 它強調的只是 好用 就跟那個用微信支付寶一樣 什麼掃一掃 碰一碰 雙離線 他自己製造了很多硬件錢包 卡片式的 貸業金顯示屏的 你花多少錢 他們都能顯示的 等等等等 所有的 讓你一個感覺 哎 他跟微信支付寶沒啥區別 感覺不到什麼特殊之處 但是他唯獨沒有提 跟區塊鏈有啥關係 他也不用提是吧 提了老百姓更迷惑了 你一提奇怪 老百姓又想到比特幣以太坊 又想到傳銷了 就會抵觸你 你怎麼 你說人家傳銷 你自己還發個數字人民幣呢 是吧 老百姓的認知是很可笑的 經常 所以說 我們國家的數字人民幣 在向人 普通老百姓進行宣傳推廣的時候 他更多的強調的是 他的使用的方便性啊 沒有強調背後的技術 甚至都很少提到 他是區塊鏈可溯源技術 帶追蹤功能 可以很方便的反洗錢呀 反詐騙呀 這些事情 這些功能都很少說 只是說很方便啊 掃一掃碰一碰 雙離線等等等等 可以做到你的手套上 可以老年人不會用手機 沒關係 我跟你發張卡 哎 就強調他的功能 易用性 就是為了儘快的啊 讓普通老百姓接受他 但他背後的技術 我們現在可以明確的說啊 背後還是 依托在區塊鏈的技術 那麼既然是區塊鏈的技術 他必然是要走點對點支付 而且是支付即結算的 他目前所對接的 我們說都沒有涉及到區塊鏈 那麼現在 他回避不了了 是吧 因為這個央行的 官員也說了 那目前數字人民幣 從技術上已經完全成熟了 那老百姓自然為你成熟了 你就落地唄 你幹嘛還等啥呢 還默契啥呢 但其實啊 到現在為止 他一直在回避 他跟區塊鏈 跟他口中的 所謂私人數字貨幣有啥關係 他一直在刻意的回避 但這個問題是回避不了的 儘管現在我們國家 大家還在堅持高調上 打擊這個私人數字貨幣 打擊比特幣交易挖礦行為 是吧 但是啊 這個事兒是繞不開的 繞不開的 你數字人民幣啊 它是面向未來而開發的 未來是數字化的時代 未來是區塊鏈的時代 你數字人民幣離不了區塊鏈的 你不可能數字人民幣出來 你就把這些什麼比特幣啊 以太方啊全部關掉 你是關不掉的 你可以在中國國內你禁止人使用 但它是跨國界的 全世界人民是越來越喜歡比特幣了 這是世界的潮流 我們不會置身事外啊 既然人民幣要走向國際化 而且這是我們國家啊 一個戰略目標 那麼數字人民幣的國際化過程中 它一定不會拒絕任何一種 對它的推廣和使用有利的 途徑啊 也就是對接各種錢包 各種交易平台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今天就把這個話題啊 摆扯到這啊 今天還是一個特殊的日子 是吧911啊 十幾年了 是吧 911是一場災難啊 不能因為它是在美國發生 我們就幸灾樂禍啊 因為恐怖主義是全人類的共同的敵人 人類之間啊 在文明時代有任何的衝突 都應該通過理性的方式啊 去合理的表達訴求啊 你有再大的委屈是吧 都有和平的方式 你可以表達自己的訴求 有任何的爭端 谈判買賣行程 而貨幣其實就是 人類解決利益衝突的一種方式嘛 在我們說原始社會啊 有的擅長種麥子 有的擅長打獵是吧 多打了兩隻羊 做的燒烤吃不完 這邊麥子也是吃不完 你不能說我這個打羊的人 我看你麥子烤的麵包提好 我就搶過來 人類早期是互相殘殺的 殘殺就是為了搶土地 搶糧食搶肉搶女人 但後來有更和平的方式 就是物物交換啊 物物交換 物物交換發展到一定程度 就有一種物單獨的 充當交換的媒介 叫一般等價物啊 這就是貨幣是吧 馬克思就是這麼告訴我們的 貨幣就這樣起源的 所以貨幣的發達就是文明進度啊 貨幣是人類和平解決問題的 一種方式 那到了比特幣時代 肚子時代啊 人類解決利益衝突 利益談不攏就是價格沒談了嘛 多給兩個幣就完事了嘛 我們想我們的PT也是如此啊 本質上還是個利益的問題啊 是短期利益 長遠利益 機構利益 個別人的利益跟整體利益 一部分的利益跟國家的利益 一部分展示的利益跟國家長遠的利益 我們相信啊 在這個高度文明的時代啊 人們一定會有更高明的方法來解決它 而不總是 官網 抓人 貪心 那問題能解決嗎 不但沒解決 而且製造出很多新的問題 不是嗎 今天特別提到 為什麼要提這個911呢 就是 你昨天我看了央視啊 專門報告塔利班 什麼 喀布爾形勢 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你看那個街頭那個景象啊 我可以說我現在這個地方 在十年前跟那一樣的啊 二十年前是二十年前 但是我最後一次到我們這小縣城是五年前啊 這隔了五年 感覺天翻地覆的變化 天翻地覆的變化 這些景觀都是人造的當然 有錢堆的 但你要說錢哪來呢 當然我們現在是很富有的 有煤有石油有煤礦有天然氣啊 我們國家七七東蘇七原地都在我們縣 但是他改造大自然這種大手筆啊 這個公園只是一角 這公園從北到南十公里長 我們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城市 有這麼大規模的公園 長就十公里 他是把自然的河流把它改到 在全縣繞了好幾圈 我們現在的學校啊 什麼政府周圍全是花園 呃 這些奇跡怎麼創造出來的 是在我們英明的偉大的黨的領導下 創造出來的 這個話一點都不誇張 你不得不回覆我們大天朝 解決問題的手段之高明 效率之高啊 短短五年天翻地覆 整個 這在這裡我見到我走的地方算多 我們中國可能堪稱全國最豪華的學校 最豪華的醫院 不叫醫院叫醫共體啊 佔地 一佔地就幾平方公里啊 然後你再看看隔壁離我們幾百公里之外的阿富汗啊 那啥情況 那美帝國主義在那弄了二十年花了兩萬億美金啊 結果自己 還是被迫地夾著 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啊 然後繼續 讓那夥人出來 掌權 是的我很 很慶幸我們生在這個 叫什麼 此生 此生會入華夏 說這個世界上 沒有和平過 但是有和平的國度 啊 有和平的國度 我們只是碰巧 生在中國啊 生在這個時代啊 我們的困難 我覺得 放眼未來啊 一定會順利的解決 困難只是暫時的 因為數字人民幣是我們 大國崛起的 大戰略的 一個小步驟 一個小步驟 整個這裡面啊 數字人民幣的 他出台的背景 是跟比特幣有關係的 直接的背景就是 扎克伯格要推出他的 跨主權的所謂的貨幣 這樣加速了 數字人民幣的研發 然後也直接導致了 我們在六月份啊 被關到現在 裡面是有千四萬里 錯綜複雜的關係的 但是我們相信 天朝的智慧啊 我們相信 我們相信黨和政府 一定會把這個問題解決的 非常的完美啊 好 那麼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 好 最後祝大家心情愉快啊 謝謝